我煮了大白菜三层肉 他讲到你在送外卖赚钱 对呀 什么都涨价啊 多赚点钱回台湾 哎呀那么多钱 那旅费 对不对 多赚点旅费回台湾 到时候 我下班之前有跟那个小杰 菲利普碰面 菲利普去赤青 菲利普说今年七月份 他们要带着孩子回德国了 要读书了 以后大概一年回来一次 一年啊 他说也不一定 对 终于要回德国读书了 一个四岁一个七岁 四岁跟七岁 刚刚五年级 我的小虎也五岁了 小虎妹妹五岁 小虎妹妹不是就跟那个文文跟那个八比差不多 文八比啊 差不多 你听我跟小明这样子 我跟他对话 你都听得清楚 他在开车讯号比较不好 对对对 对我叫开车要小心点 那你应该在吃什么 三层肉大白菜 姜片 加黑末 你也加黑末 夏明教我说 台湾之前有个新闻 有个太太抹黑末泡太久 产生一种菌体 她觉得全家人吃的死掉了 对啊 对啊 那黑末有干的跟湿的 我都买四层湿的 那干的也不能泡太久 对 她说那个湿的要干的 有菌毒 有菌毒 嗯 对了 她问她要小心 不小心不行 真的要小心 对了 我真的想要跟阿卫联系 都联系不上 她后来有打回来给我 她上班吧 对哦 跟她聊一下 我最近外送赚多少钱 她在美国之后 就可以靠这个做生活 英文不会没关系 她那周老板也有跟我 等一下就有跟他聊一下郭智杰 对啊 她就说 她这边 那边薪水那么好 那么高 哦 就是好好珍惜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就好好的做 反正来美国就是为了全 都要 郭智杰 嗯 不过的 回讯息 我说最近好不好 她说很好 嗯 我叫她保重身体 她说娃娃姑姑也保重身体 我昨天送完了大概送的太累了 头晕心 心疾心悶 嗯 呼吸困难 我一说心脏病吧 啊 好这没有啊 大概太累了 对啊 好厉害 擦耳机啊 嗯 妹妹在睡觉 妹妹啊 妹妹 睡觉啊 没有她在克宝 看东西 哇 外面很冷 好了 好 外面冷啊 对啊 冷了 好了 吃个面 蛮头做的怎么样 哎 别讲了 失败 失败 真的失败 你没问阿威 我要问他 我要问陈阿姨 他老公这种馒头高手 是 对 陈阿姨 做馒头 做小馒头 他现在你们的早餐 你可以问呢 他老公今天在 我不可以来吃 他老公今天在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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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吃饭 吃饭吃咪啊 天天吃泡面 你那个 南投失败就给他 剥一块一块 当那个面疙瘩 吃啊 有啊 他能吃到面疙瘩啊 有有 用当面疙瘩吃 那别说了 那你找妈妈 但是别说了 今天 今天你们的晚上 我的上午 陈阿姨有跟我聊一下 我问了 后来他老公回来要搬门 要抬妈妈 要弄他 哦 没有好多 要了半个钟 一个钟 哦 这样好 这样好 对了 那不这样怎么办 九十岁的老人 对了 那怎么办 他妈妈就像那个 中年啊 四五十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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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就到那个美国 他说带娃娃做保姆 嗯 保姆也OK 挺赚钱的啊 你现在九十了 好 那那那 他妈妈 老妈妈 他老妈妈 九十了 九十 下面有买保险啊 那个可以领到一百岁 对了 我的越小领的越多 对对对 你要不要领啊 我有啊 是小额的啊 他是买几十万哦 多少 八十几 买那个十万 十五万 他有的三年领一次 有的五年领一次 领个一两万 一万 一万五 哦 那不错不错 那个到九十岁 他就把本金还我了 哈哈哈 那个叫祝寿金 你活了九十你别再领了 祝寿金啊 八十几年 那个时候你还在读 读国中高中 我就买了 哦 哦 活到了 领到了 活到九十啊 给你祝寿了 你别领了 你领够本了 那不吃了 好了我先去吃了啊 好 你先去吃了 我再来听那个 孝明跟你聊天 OK 听一听啊 好 这都流量了 好平安平安 失败的馒头 哈哈哈 失败馒头 真实啊 真实啊 别讲啊 别讲啊 好平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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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平安